香榛饼在煎盘里被煎到滋滋作响 饼皮逐渐变成金黄色 洗过后切片还听得见酥脆声 还有这用料实在又饱满的水煎包 开锅后香气十足 是许多当地居民每天早上必买的早餐 它这个水煎包非常的好吃 我去连续吃了好几年了 然后它这个水煎包就是说 吃了皮脆 然后里面的馅饱满又甜 然后感觉上口感很不错 每次上班路过这边都一定要进来买 就它吃起来它的那个皮很Q 然后它的那个馅因为都是素的 所以说我们那个早餐的话 吃素的人很方便 约着原先实名面包师傅 后来转行麦奇早餐 推出水煎包香春饼及煎饺等产品 他每日手工擀皮 包进香菇 红萝卜 高丽菜及美国进口豆制品等食材 吃起来皮薄Q弹 业者给料很大方 售价劝走亲民路线 让消费者大赞 真的CP值超高 它们就是皮薄然后线多 虽然没有不是像分食的有肉 可是它是素食的 它里面的料很多 而且调味的很好 它们这个煎饺也很便宜 超便宜的 发科才20几块 这个口味客人接受 接受度还好 是OK的 不是说有什么秘诀 大众化的口味 大众化的口味 却牢牢抓住仁和村居民的心 成为早餐店死终的消费群 店内的各项产品 每天一开锅 便有不少顾客上门购买 成为临边仁和村 远近馳名的早餐店 难怪业者会说 你若来拿铁出头 若没来我们的房技术 食水煎包 没吃过我们的东西 你像你没来到拿铁 评斗新闻 世心亭张志豪采访报道